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家常炖排骨的做法 排骨的肉质鲜嫩脱骨又好吃 首先把买回来的排骨用清水清洗干尿 洗掉排骨本身的血水 大家好,我是喜爱蒙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冷水下入排骨 下入料酒一勺去腥 开锅撇进水面漂浮的浮沫 把排骨煮至三分钟 用漏勺捞出放入盘中备用 重新起锅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入切好的葱蛋和姜片 把葱姜炒至变色炒出香味 下入桂皮两小块 下入八角两粒 下入香叶两片 下入花椒30粒左右 把所有的香料和葱姜一块炒出香味 下入一勺甜面酱 一定要把甜面酱的酱香味炒出来 炒至甜面酱的时候采用小火慢慢炒至火大甜面酱容易糊锅 烹入一勺红烧酱油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锅中加入适量的纯净水 下入非过水的排骨 下入半勺白酒去形增香 下入精盐增加底味 下入胡椒粉增加香味 盖上锅盖 锅中的汤汁完全开锅以后炖至60分钟 炖至时间到以后 一道非常美味的 家常炖排骨就做好了 排骨的肉质软烂脱骨 肉香浓郁又好吃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